今天主持人也是這次的社展而而偉次 我們就先把時間交給偉次 今天太好了 剛剛講了很多話 接下來比較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講座 我想應該大家有很快速的看了一下戰場 其實因為展覽開展後第一場講座 大家就純分享搖搖片講 其實我是覺得我個人是比較希望說 把說話跟學識的空間有點出家 因為作為一個社展人 其實我大概只是把我很想做藝術家 很優秀的藝術家組織起來 然後共同一起工作做些什麼事情 這次可以邀請到我先講一下 因為接下來是沛宇都要上場 那佩宇其實是我以前在藝術家雜誌工作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藝術家 但是其實說是認識但沒有真的碰過面 因為那個時候只是知道說 他在關注那個RCA 如果有些人看到新聞 可能會知道那個RCA公司 當初那個產業設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有造成汙染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是 他那個時候就是 他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取了那個被映染的圖 做成一個淘土 然後做成一個燒成碗 再用這個碗 就是去賣牛肉飯 然後那時候覺得這個時候 真的太讚了 非常習慣 可是一些因緣機會 我從今天一直沒有機會 跟他碰到面 然後陸續續也在 和南部做各展 然後這次要做這個展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跟他合作 所以才有這次的現場相好 那待會可以聽他 就是談一下他的創作脈絡 那招豪也是 算是資深的這個展規 算是攝影術家 跟婆琴跟阿蘭都是 那就是這次 攝影術家是比較明顯的 是書家 他當然都是一些 就是我在工作廠 我們有遇到非常多重的創作者 那這次可以邀請他們 我們會 我們就是個人很開心 那我想說 也許我們接下來 你要就請出家 先介紹他們的創作 然後最後我們再重合討論 看看大家有什麼想法 都非常歡迎提供獎 那我們請客人 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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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李佩玟 然後 不知道剛剛 大家有沒有看過展覽 然後 我爸爸 剛剛在影片中有出現的 然後這件座 比較慎重上 它其實我會失了 從2017年 我回到高雄 我就一直很想要去 好好描述 關於這個 這個 這個菜市場 我習慣掉到菜市場 然後 我阿嬤跟阿公的 剛剛講比較勝選上 好 那我會放我這張 在首歌的時候 那是我 呃 二月到四月的時候 在國外藝術村的時候 展覽所拍攝的 二月 就是這一次 這一次展覽 有一個前期 先購出的機會 就是在高雄的國外藝術村 然後有一個展覽 然後當時 又 比較是一個完整的 個展的展監 然後所以已經到展監 就會聽到 就是耳機裡面 聽到的就是阿嬤在講 書關於菜市場的故事 然後大家是可以帶著 聽著聲音 然後看著物件 然後當我在 就是我 有一次半夜的時候 就是展覽課結束的時候 然後 清晨 清晨我就開始在排座 比照的時候 然後我就對焦在這個 這個 養樂多館的時候 然後聽到阿嬤的聲音 我就覺得 彷彿在這個展場中 就是 嗯 已經不在阿公 好像就寫定 在這個 這個 養樂多館上 然後他是在高雄 因為他其實是在邊邊 就是 等一下會有一個高雄的地圖 不知道大家所謂的高雄 他是 延長就像 就是延長很愛學的地方 在 延長市區 但是我們是在邊邊 靠近愛學的地方 那邊其實在早期是 高雄移民的社會會聚集的 聚集的 叫做 北野 北野井的這個區域這樣 然後就靠近愛學家樂 然後這一台就是 就是 就是 走進去 這個這一台是建國市場 然後這個是由 呃 消防柱建築師他們是同一個來的 呃 承接著日本的營造場的一個建築環 對 然後他在高雄市的各區 他從 娛樂場所開始 高雄很多電影院 像 到台戲院 然後新高新年 各個新年 就很 很多都是消防柱建築環對所建造的 那他也建造很知名 就是犯錯 犯的犯的犯的犯 然後錯就是誤誤的錯 就是 讓移民到高雄的 呃 人可以有住所 然後也有辦法生活 然後 上面就是簡單的高雄市壁座 然後 眼前去就 這麼小一個 就是在邊邊靠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建國市場就是在 就是在這個 這個角落 然後以前有 公車的站 白鐵宿舍 新高新月 然後還有 所以是 其實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地方 那 影片中有講到說 他們在 他們是從 另外一個菜市場移到這邊 那 阿公阿嬤其實 阿公他們家是從 呃 呃 台南的 咖哩 移民到 移民到高雄的 然後阿嬤是屯東 高速的客家人 對 然後 他們輾轉才到了 建國市場 然後做這個生意 就是 影片中有講到說 大盤的給 愛出來 就是阿公是家中的老大 必須要出來的事情 自己自領暖後 然後 延續他們當中的 神秘症 然後 就是 因為 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計畫其實 拉了很長時間 我一回去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該做什麼 然後我剛開始 我就先 想說 好吧 我可能還會 還會 畫個 進入畫 然後 我就用這些 菜市場裡面的物件 然後擺放 進入畫 繪畫 然後找了會 會圖的建築朋友 因為 小時候在 在菜市場的時候的 畫面跟我大學 中間 就是回到高雄的時候 其實慢慢的在改變 那我就請建築師朋友 我就覺得他有一天就是會消息 然後 請他就是用建築方法 把它繪製下來 這樣可能 然後這就是外面周遭的景象 然後從這個廊道 外面有些女店 走這個長長的廊道 然後到了 那這個樓梯就是通往 就是爸爸有時候生活的地方 那這些畫 就是當時 真的早上起來就 常會是怎樣早醒 然後去菜市場裡面畫 畫 畫筋畫畫 沒有畫很好 但就是 必須要去就是 累積日常的生活感 因為這畢竟就是 我如果改造他 我還是會離開的人 那畢竟還是阿嬤跟 這些攤商他們的日常 讓大家感覺一下那個空間 過場 然後 預告一下 就是 今天作品 在9月6號的時候 會在MOKA的 MOKA On Air 會有一個 有一個音樂的作品 然後因為我有訪問 我有留下就是 包含前面的女店 然後他在講 他女店過去的故事 然後 我想把就是 沒有辦法放在展場裡面的 這些聲音 放在廣播裡面的節目裡面 然後讓大家 就是把它記錄起來 這樣 其實很簡單 然後 其實剛開始回去就是 比較像是 用色調的方法 在 在 在想要讓大家 進到這個菜市場 然後 有在地的美術老師 然後有幾工作者 去做 包含跟放含 那 其實下面這個肉 他媽媽叫我們奶奶 然後那個奶奶 他其實很拒絕被拍照 然後 但是在這些小朋友的 繪畫之下 他願意做的 然後看著這個小朋友在畫他們 然後還有 同樣文型工作址 在講 這邊周高 移民社會的建築環境 然後 就簡單的在這個空間裡 做一個小小的展覽這樣 對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上面樓上大家看到的一個 市場的老舊照片 然後 我試著想要堆疊 就是在集中 其實 我在看的時候 可能說 欸對老婆生活在裡面 那他們是怎麼上去 然後他們那個生活 是怎麼被建立起來的 其實是完全沒有印象 沒有經驗的 對 對就是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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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說 他們家以前樓上 他們怎麼睡 他們的生活 那個樓梯是怎麼通往 通往 到二人 然後 對 拍下的就是現在的現況 的照片 然後其實我剛開始 想要做的是一個動畫 然後用上面那些紙槍 衛生紙槍 就是一個紙槍為一個單位 然後去要想要做那個 菜市場的動畫 然後用那個很粗糙的那種 原子筆 藍色原子筆去畫畫畫圈 但是 做完之後這樣拍看起來 好像很有趣 然後這樣動態看起來很有趣 但就是他整個模型 就滿災難的 就是 出去那種色造的那個活動的時候 這樣擺起來就怪怪的 沒有覺得怪怪的 就很像在土度 放在那裡 就是 準備要燒掉 防止 然後我就有點覺得 好好紙槍 不是我熟悉的 熟悉的材質 我還是放棄好了 對 然後就做了一個 就是 就是 這個有一個 設造的計畫在 在運作 然後 於是 頭腦中 就冒出了 這些 上面的物件 會變成單一顏色 塑造過的那個粉紅色 在牆面上的畫面 於是我開始試著 就是 火雲 作 作陶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會講到過去 就是作陶 還有剛偉期 講到的 就是以前大學當地的一座 那就是 就是翻模的方式 大家簡單看一下 就是 有些人問我那個狀態 他裡面 他上面的那些物件 他都是中工的 他就是土這樣倒進去 石膏的特性就是吸水 那吸完 就是吸完水之後 我把多一個土這樣倒出來 他就會有一個均勻的壁面 然後形成那個 就是那個 我繁殖的圓形這樣子 然後 所以造成方式 就是我用 材 稍後是尋常 這是尋常 他就是直接通過木材火 然後去 讓顏色暈染上去 形成自然的紋路 然後還有彩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彩燒工 是他就是 非常需要人力物力的一個工作 然後 時常就是 要看那個窯的 起村的大小 然後 會燒製到可能三天五天 然後這樣 可能要等兩禮拜的時間 所以整個條程 可能要費時到一個月的時間 去燒製而成 那 就會在那個展覽當中看到 就是 關於描述記憶的那個層次 就是 柴燒那個飽和的顏色 跟 熏燒那個單衣黑色的 漸層 就是 在這次展覽當中 就是 我對物質 它每一個燒製出來的那個色澤 我還是會 就是 會想要好好的看著 看著他們每一個的變化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過去的作品 剛剛有一次講到 對 就剛 我是台南去大學財食師畢業的 然後 這是我的大學 譬如說 我現在距離現在已經 八 八年了 然後 上面看到我 RCE的 就桃園的土是紅色 然後 有些是我 去挖那個 高雄大鱗 北高雄大鱗 北高雄大鱗的那個 重工業區域 然後他們就是 用爐渣 就是 風長盛林的爐渣 去停海造物 然後 我再去混入 可以塑形的原料 然後把它拉拭成碗 然後再煮飯 再獲吃他們煮飯 然後 邀請大家一起吃 然後 車上會有電視 就幾乎 挖子的對象 然後 還有 有一個很有 很有代表性 就是王定南 跟王永慶 在爭論 那個工廠被污染的 一個影像 因為當時 那個六青 常要蓋在 蓋在宜蘭 但最後就是 跑到了雲林 和賣點 對 這就是 就 我還是 拍攝的時候 還是很務直的去觀看他 就是 逃脫這個特性 就 我 尋回到 RCA 討論RCA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 在做工廠 運動的朋友 他就在講說 其實每個 團體好像都有 他們自己的第一 污染的 受污染的 這些女工們 然後他們有 他們自己想要爭取的 禮物 或是他們本該擁有的 這些東西 那 那個朋友我講到說 那土 土本身 我也是怎麼看待它 然後我在面對材質的時候 我想的是 土 它 如何被使用 像 陶這個姓 它本身其實 已經 我覺得它足夠 就是它已經很漂亮 它是可以 就是被放置著 然後觀看著 意義 意義上面的觀看 可是 我對碗的 想法是 它需要被使用 所以我就是 開著貨車請大家直接 直接使用 直接的碰觸到這些 世界本身 對 就是去掛 霍金錫 高雄金錫 靈流台西 下面 還有 HCA 然後二人西 好 然後 其實在 在 提你吃土這件作品之後 嗯 獲得蠻多展覽的機會 然後也 主要 去那個 L18街 做出你的經驗 然後 我覺得當時就是 嗯 挖完土之後 大家都只要有汙染的 事件都會傳給我 所以你去玩 你去玩 這個你去玩 你去玩 然後 可是在當時好像 那個東西 就是 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在我的生命經驗 好像 已經在 面臨其他的事情 然後 欸我時間在 我們才有點對 好 然後 我其實 就離討土比較遠 但是回到了 比較 對於 物材質的 感 感知上面 那我每個時間 我還是一個 一點點用土 然後去塑成 這個我看到的 看到的 那個 我從以前 在台南的一個 空間工作的時候 看到的 約束雅書 他就是有個藝術家 然後畫這個書 然後我實際上這個書 就是把我過去的經驗 傳給在一起 就是把那個 嗯 我就用土 然後去 去描述這個 我看到這個樹的 感受 然後 當時在 美國 就是 住村的時候 馬瑞是一個 德國藝術家 他是用 乳膠在座翻模 然後 在講身體感知的 一個感受 然後上面這一章就是 當他離開之後 然後我在路上就是 因為 美國很多 西岸很多 然後 然後 他就像是一幅 一個雕塑 就在路邊 就清洗了 然後 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拍攝 我們家小狗的 皮膚 然後把他製作成一邊被 然後就像曬棉被一樣 在空間上 用很強的燈光 去擺住他 然後到了 管療時間 就是2021的時候 然後我生活 有一些轉變 到我台南安定山下去 去生活 然後 這個就是 展覽裡面 它就是一個長廊 然後在長廊 尾端有一個床 然後裡面寫著 比較私密的話語 這是台南的海馬桶空間 然後對於關係 然後 其實有一些關於身體行為的 的創作 然後跟我的伴侶 就是 有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 住在沖繩的頂樓 然後我們都在帳篷裡面 然後那個橘色的空間 就是你的關係 或是我跟家庭的關係 有一些轉變 然後用刺繡的方式 一內以外去描述 關於那一段時間的感受 然後也是用刺繡的材質 一內以外來測試 好 然後回到 我這幾年就是 就是做完 在做這兩個個展的期間 就是 在2017年到2022年 在高雄的建業生存 就是高雄的文化局 有一個移住戴戶的計畫 然後在萬數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替代空間 那前幾年其實都是 以活動形式在進行 活動形式在進行 只要有夥伴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共定 去用你的原地去協助 然後到最後 你2022年都會要結束 我們做了一個替代書 或是你的計畫 就是每兩個禮拜 會有兩個展覽 那其實來這邊的夥伴 都不完全是 這個藝術背景 所以就是 夥伴 就是夥伴 他是你建的背景 然後我是美術背景 然後去協助他們 有一個空間 因為我們使用這個空間 剛開始就是修完之後 後面是不用做幾個 所以我們想要把這個資源 就是對於 我們對藝術想要 大家都可以使用 然後想要展覽的人 都可以有個實踐的可能 然後在這邊發生 然後在這一年期間 我們做了18檔展覽 然後昨天我們相認的那個二進 這是其中一個展覽的藝術家團隊 然後我們在這個疫情期間的時候 也跟在TAV 就是TAV 國慶俗春也有個鏈上俗春 就是鏈是 鏈是經過的一個鏈 就是網路上俗春 然後我們就拍攝了 就是我們對於台北的想像 是什麼 台北的經驗是什麼 然後就做一個卡拉OK 然後也拍下來 萬事物的場景 他會 就是一個即將要鼓速的一個空間 然後 對 嗯 對 這是我就是207年 2022年在做的書籍 或是在做萬事物 然後我想要加拿 就是我 我在四個月的時候 就是 在柏爾駐村的時候 其實在柏爾駐村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就要做這件事情做 就是 我就故意選在一個大門開場的期間 然後我在我的工作室 把鋼琴給推出來 然後在那個很雜踏的空間當中 然後在那邊吃 其實這張 這張的牌 這張的不要放 我被打槓 我被打槓自己告 但這支作品是 我很想要 我很想做三五年時間的 然後終於我申請上了柏爾的註冊 然後也就是順利的在申請到 3月到5月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這幾年來 就是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創作會被加拿跑 然後但這件作品是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被加拿 但是這是對我的創作商很重要 必須要被做出來的作品這樣 好 最後就是阿嬤在柏爾的展場中 聽到他的聲音 然後覺得很可愛 就最後放在柏爾的 其他都鼓勒在柏爾嗎 從那個照片裡面的小姐 是做衣服的太太這樣 那些喔 他不知道他有這麼多照片 就是 我把他的照片都把 因為我看他會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實際上把東西 我怕他那麼多他們 對他來說 他在照耗 他讓公開 她弼到那的聲音 他在那 changed that way 跟他 funciona jian syn 辭到那聲音 好 谢谢 謝謝 他之前曾經入圍台北家王 那是我對他特別的第一個印象 後來 你看看這是湯瑪森是後來吧 還是之前 對 然後再來是湯瑪森 就是昭豪的作品很特別 就是如果大家對剛才一處熟悉 可能會知道要建築 但是兩個使用的材質是完全不一樣 那昭豪是可以把那個紫纖維 就是使用的書繩路畫的 他做得很好 然後有做得非常像 那我們聽他來介紹這一次的作品 《牆內空》請來 謝謝大家 我是鮑豪 那我這一次參與奉展出的作品 叫做《牆內空記者》 那可能新老朋友還沒看過作品 或者是看過 然後我會經過我怎麼樣去發展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樣子的創作脈絡 來做分享 讓大家在現場的時候 可以更能推薦我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這樣 那 呃 這就是待會兒到我上看展場 現場的 其中 做的全貌的一個角度這樣 那 其實剛剛 《牆內空記者》那一支作品 它的發生 可以說是 我在2018年 從做出項目開始執行的 路上採集這個計畫 這樣 那這支作品是我在2018年 台南的高雄的高雄的延伸區 然後所做的三個月的一個助力創作這樣 那 那時候我的出發點就是說 我如果透過我是藝術家的身份 進入到一個 我本來就相對陌生的一個場域 然後去進行了解 然後那時候給我自己的一個設定就是 我不透過大量的文本跟語人的交談 然後只純粹的透過我自己在路上觀察 然後觀察到路上的設施 我所感興趣的 然後包含有建築的 有路上的 有私人的一些物件 讓我去足夠關於 編成這個區域的一個 一個現象 一個發展這樣 那有點像是區域地理學 我就定了一個區域的目標 然後我就在路上執行這個項目這樣 那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那些 看起來是真的 物件 其實都是我在村民期間 在書局 或者是在路上收集一些質感 所做的一個呈現這樣 那 為什麼我會想要 用這種標說跟材質的頭髮去轉型 轉型 我在路上放到這些物件 那時候 我的司法理是說 我在路上看到一個空氣的時候 它或許充滿了一些 事件跟時間的痕跡 比如說鐵生鏽 或者是 一個物體的狀套這樣 可是因為這個物件 被我看到的時候 它當下就是純粹的一種物質性 被我看到 它過去的這個歷程 跟它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沒有參與這樣 那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是不是就像一個空殼 一個表象的狀態一樣 那它發生的事情 可能是需要做過別人 然後來跟我發生討論 才能征後它這個路徑的情況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著重在 描繪這個物件表層 然後我特別會利用紙張 跟紙漿 配點料 然後去 配點這些物件的表層 來達到我 在路上的地方 來達到我這些物件痕跡的樣子 像你們的 右手邊的這個鐵欄杆 是我在現場的一個鐵欄杆 然後包覆一個錫鍋子 然後我每天 就去上一層 可以點料這樣 因為大家在刷新這個欄杆 在刷新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年的時間 然後處理就不行的時候 把它上一層燃料 所以對我來說 上燃料這件事情 好像就承載了一個時間的概念 就是一段時間的過去 那我在初吻期間就是 兩天就去上一層燃料 然後當這個燃料 有個扣透的時候 我就把它剝下來 那它就形成大家 看到的一個欄杆的一個燃料子這樣 然後我就去透過一些花 把我曾經上過的燃料的痕跡 表現出來 就有點像是斑果 然後透露出它故事的一個痕跡這樣 那這是我製作這些 路上觀察物件的時候的一個過程 就是 其實大家看到那個物件好像是真的 可是在我製作過程的前期 其實我就是會用一些塑寫的方式 去稍微描繪這些物件的輪廓 然後尺寸的測量 那在我製作的時候 我不會太依據我現場去搬模 然後一定要製作的 跟我現場看到的物件 一模一樣的一個外景的輪廓 我純粹就是會用一個大概的印象去 讓這個物件像某那個東西這樣 那這成用意是我想說 我不想讓我做的這些物件 成為某地方的一個特定的對象 而是它可能會屬於一種 台灣街道上的一種 普遍的一個物件的狀態這樣 它屬於是多數的一個概念這樣 對 然後聽說18年那一次的住進紀念之後 然後到了19年 隔年有去韓國東南川珠珠珠的一個計畫校 那時候我就想說 用這一套概念去 在不同地區 然後做一個觀察 然後透過不一樣的 區域的一個發展跟用物習慣 然後在最後把這些 不同的地區的物件做一個併置的時候 會產生像是一種考慶選方式 它可以去回應到說 物件怎麼去表現某區域的一些現象的一些狀態 那我在東南川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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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的是在我出身的項目 我如果能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去產生這樣的物件關係 然後在一個長時間 然後同樣的一個項目之後 把它並排出來 那大家其實就可以看到 每個地區其實它的用色的習慣 然後跟可能是同一個東西 它有類似的功能 可是它卻又因為是不同的 可能是民族風景或者是等等的 然後來改變它們 些微的一些差異在 那這就是我從18、19年開始 想要進行的項目 然後可能後來就因為疫情 我就還沒有再繼續執行這個項目 然後目前就是收集了這兩個地方這樣 那要慢慢的回到我這一支的展覽 這個牆內風景 其實是有一個契機 是我去年在桃園的工藝會館 然後做了這一件挺沒想的作品這樣 那因為在桃園 所以那時候的策展人呢 他就提供了我關於桃園的一些 工業發展的資訊 那因為工業發展呢 他會不斷的可能是長時間的 或是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 去改變一個城市的一些地址 讓我們在 那時候我的 被提供的資訊目標就是 剛剛可以 可以嗎 進來 就是他熟悉這個 RCA的這個 台灣在 美國在台灣的這個 無線電控室污染的環境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他 其實他的廠區 就在下面那個 染色礦的這個範圍 然後他影響的地下屋水質 非常廣大 而且我那時候 剛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是蠻驚訝的 因為我其實在那之前 沒有爬出這件事情 不過到現場去發現 我本來覺得他會是在一個 很空曠 然後荒廢的地方 可是他卻緊淋著現在桃園市 就是居住環境的旁邊而已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就跟著策台文 然後我就是沿著這個 RCA的場所 然後他其實就是 非常大面積的這個體育圍 去礦為住這個範圍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就很想看裡面 到底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跟他 跟他以前 或者是現在的那個 轉場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就是走在這種很大範圍的體育圍 我想的時候 無意先看到一些小洞 或大洞 然後就會從裡面偷看的狀態 那或許這次展覽 其實就是從這一個 生理行為 生理行為開始做一個發展 然後我就走在這個大圍 這個圍牆旁邊的時候 就去觀察到裡面的樣子 那左邊就是我透過 手機去對焦 內空間拍出來的狀態 那其實就是後來找到貨 讓我進去了解到 現在那片空地是什麼 然後下面就是他們 他們開了很多個地下水的檢測桶 讓檢測人員定期的來抽水 去檢測說 現在地下污水 污染土壤的情況 有沒有改善 這樣 然後這是我那時候的一個大場 那時候在桃圍期間 其實大家 剛剛在展場 大家可能就有看到 那個 空人現場的那組作品 對 那桃圍也有一個重大的一個拆進意囑 就是泡圍機場地下航下的興建 然後導致大園區跟周遭 就是破遷了這個市集 那那時候 我也剛剛認識那個鳳憲良的 的驗想 就是創作者在 然後他也有建議我說 可以實力到這邊去走一遭這樣 那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就發現說 很多的民宅 很多的公共場所 其實都開始被這些 舊的新的鐵拼 開始做包圍圓掌 然後我去了那幾次 其實每一次去都會發現 體力圍牆的那個範圍 開始越來越廣 然後越來越大 然後 就也是試著透過這些圍牆的活動 然後去觀察到 當下發生的奇蹟是什麼 然後這就是我在那個 奇蹟咖啡地後面的一個報告 然後去拍攝到的 在我作品裡面 大家也看到的一個影片 然後十七秒 大家看一下 就他其實這個畫面離我們 我去的那個馬路邊其實很近 然後他就緊淋著 以往居民生活的場所 然後再走大概 一兩百公尺 就到了這個地上一下再過境 然後他們原本的 廠區裡面的這些 在興建這個土地 然後跟他們的土地產 然後那時候就拍下這個 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畫面這樣 那其實我自己 習慣在路上觀察 我都是比較發散的 沒有一個特定的目的去做一個觀察 然後我蠻喜歡那種 就是 偶然遇到的那個狀態這樣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就觀察到這個 中有的這個加油站 然後他看起來其實真的非常久 然後我就去 周圍一直蠟 然後轉到了洞 然後就去拍攝 就是蠟可以觀察到 內空間的這個情況這樣 然後 那雖然說 在那一堂展覽 開始有了這種身體 跟觀察動物的經驗 可是那一次的 體力圍牆的展覽 還是純粹在 把體力圍牆這個對象 把它視乎化的 情形的觀眾去 去做發展 然後那時候想像的是 在體力圍牆上 其實有非常多的資訊 就是類似傳單跟分析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閱讀 然後特別是 呃 他們會在 某些比較 呃 傳單的資訊 上面的資訊 都會適當的出現在那個區域 好像需求什麼 那東西的地方出現 對 這邊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函視就是 模範檢測 這兩個蠻好 就是 就是裡面就是有角色 角色就是對生命絕望 然後可能就 坐在那個月台邊 然後正想要 結束掉 一些痛苦的時候 結果他坐在月台上 然後他的視覺 就看到一張貼紙 上面貼著 就是就你的電話這樣 然後他就撥到那個電話之後 就開始他的一個 就是 故事線發展這樣 那我覺得 體力圍牆上的傳單 是蠻有趣的 其實 他會依照 那個 可能是供應區 或者是某些現象 然後會出現一些 呃 適時的傳單的資訊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透過這個傳單 或者是文字敘述 來 揚會說 桃園的時候 我會拿到自己的 場景的一個狀態這樣 然後從這次的觀察 然後去年 我也 我跟姊姊住家成立的一個團體 叫土耳探訪 然後我們 著重在 濁水溪邊緣 然後找一些地體 跟地體去做一些 呃 拜訪 然後 然後 調查這樣 那時候 就進入到車程 有一個廢棄的 很大型的一個 木材工廠這樣 那 也是一樣 大部分的範圍 都會圍牆無處 然後 呃 不是說我們一些家 就很常發生 會偷偷跑去的狀態 可是確實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就會 呃 那時候就闖地去看 那其實很有趣的現象是 呃 很大型的廠方 可以看到右邊這張 就是很自然的 當我們工業 當人造的這個狀態 開始退去的時候 其實他會有一個 新的一個生態 馬上就冒出來 是 是 是符合他 當下的 已經應該有的一個狀態 這樣 然後那時候 我就開始錄去 會不經意的用手機 去記錄到這些 洞紅裡面的一些畫面 這樣 然後就 改成 改成中 然後就回到這次的展場當中 那 有了上述的那些經驗 我那時候就在想著說 我如何把這一個 牆面風情 然後 不只是透過視覺 然後 讓現場的觀眾 可以再現我在 牆邊採集這些 影像時候的一些生命狀況 所以就 在展場當中 我支出了一組 就是 方形的一個 進行範圍 然後讓觀眾可以 呃 沿著我這個圍牆去走動 然後當他在這個圍牆走動的時候呢 他會不會先的去發現 牆上會有一些 我開一個大大小小的口這樣 然後有高有低 然後我們需要去 依附他的高低去調整 觀看這些影像 或者是內空間的一些 的知識這樣 那 這是 我其中一個洞口 畫面裡面看不到的 其中一個影像這樣 那我每一個影片 其實都是 一分鐘一分鐘一分鐘 轉換一次長期這樣 那為什麼是這一分鐘 是我自己在拍攝這些洞口的時候 去感受到一個蠻有趣的一個體感時間 就是 比如說 我在一個人來讓我的路上 然後就 就拿著手機 要打他一分鐘 其實我就會這樣看啊 然後假裝看別的地方啊 幹嘛 你這一分鐘我才會過了這樣 那大家可以想像 我如果在一個人來讓我的路上 然後在一個平坦邊 然後發現一個洞 我坐在這邊看 你們大家可以看那個洞 看多久啊 呵呵呵 所以我那時候就試了 很多時候試 因為在我採集這些 項目的情緒 其實會發生蠻有趣的事 是會說 人家關心 人家關注 然後因為 因此疲疑 然後在進行很多事情 那有些是比較私人 他們也會 不想要被看到說 在做什麼事情這樣 所以我就 每一個畫面 我基本上就是 定理 然後先看 然後拍 然後在那邊拍 其實一分鐘我就說 哇 太受不了了 呵呵呵 那時候就錯了 所以就是這個一分鐘的時間 是這樣 但是 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不會看到我那邊黃毛 我只是想要秀出這個 一分鐘的時間這樣 那所以 當觀眾進入到這個展場的時候 我覺得 或多或少大家的那個 心理狀態會跟我的一樣 就是 你們在現場有 可能有 同時有二三十個人 在跟你在同一個場域 可是當你在 參與我這件作品的時候呢 你又是必要蹲 然後要 要稍微歪腰 去看我強烈風景的 一些影像的時候 你們就會去挑戰 你們自己的那個 生理時間這樣 那 或許你們會 那個害羞程度 撐不到那個一分鐘 所以你們可能 就只看到某一個影像 然後你們就會認為 這個牆內的風景 就是 一個地點不動的 一個狀態 那其實當你們在回過頭 然後五一間在尿道桶裡面的時候 就會發覺 其實這個牆內的風景 是一直不斷的變化在 那 那時候 為什麼對於鐵圍牆這個項目 其實是因為 它在這十幾年來 它或許已經成為我們 建築或者是工業 然後 我們日常會看到的一些 城市景觀 可是它卻可以拿刮出 很大範圍很寬諷的一些 社會結像 跟社會事件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軍用鐵圍牆來處理 我觀察到的這些影像這樣 那 特別有一個影像 如果你們稍微注意到的時候 會看到是我 沿著這個牆壁走 然後一直拍攝這個 鐵圍牆的這些情況 這樣 然後這個原因是我想說 我讓住品 它會分為兩個身體 跟兩個現場 那一個現場就是 當你們觀眾 記錄到展場的時候 你們用自己的身體 去偷看那個洞口裡面 看到住品的樣子 然後看到我把 當代理書寡 圍起來的那個空間的樣子 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生理就是 你可以透過那個洞口 去看到 我在現場的時候 才行一片的樣子 跟我走動的那個身體 我走動的那個身體感 那個狀態 然後也透過這些影像 去接收到體力圍牆上 有連結的訊息 然後這就是 剛剛提到的 我強力同情分 我一直有過的一些畫面 這也蠻有趣的是 特別要提到的是 因為大家知道說 不可能用Google去查說 現在兩邊有體力圍牆 這件事情 所以我怎麼去重新到這些影片 其實都是我在 日常生活當中的路徑上 然後看到一些鐵皮圍牆 看到一些現場有趣 然後可能是開著車 下車去拍 或者是交通的路上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中部人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影片 就是 我在我自己的住家 或工作室的路上 然後以前我從來 就不太會注意到說 有什麼樣的情況景觀 在發展改變 而是藉由這個項目 我開始虛意識到說 其實鐵皮圍牆 那也有很多 不行 本來是日常 可是我們根本就 不會再在意的一些現象 而透過這個項目 被我去做一些挖掘 這樣 然後 左手邊那個是一個 叫石頭公園的 一個遊樂場 然後他非常有趣的是 他現在是 已經是一個荒廢的廢墟 可是進去收的門票 卻比他以前是遊樂園 的時候 收費得要過 哈哈 對 然後我想說他不要出去玩 他一樣 他是鐵皮圍牆為主 然後我就找了動 一拍 就成了這個影像這樣 然後中間是 我在台南密書 然後 網站家的路上 看到那個 圍牆內的那個 蕭波快 在製作的一個工廠 我覺得這也是蠻有趣的經驗 是大家很常看到蕭波快 卻沒有看過他自己製作這樣 那這也是我透過這一次的經驗去 發覺到的一個事項這樣 然後 後來右邊的一些 比較私人的荒廢的民宅 然後今天這現場 早上就看到觀眾在 偷看的一個知識長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點 就是當你們在這個現場 看這些影像的時候 你們自己成為作品 成為當現場的一個事件 然後 我就是透過 剛剛提到的這些元素 然後 周遭的物件 脈絡 然後去回應到說 我們生活周遭的這種親愛性 一起的一個不斷改變的狀態 那我分享他會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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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組是佛景跟阿亮 這是飲食的賀人團體 飲食組 大家好 是蔡佛景 然後他是女神亮 那這件作品其實 其實我們一開始 其實我跟平時就是在高雄甲各自都認識的 那這件作品其實是 我跟阿亮一起去高雄甲錄展 然後回來的時候 一起做火車回來 然後就是回來到路上 就是 就是 回來就是在火車站前面 就看到這個招牌 然後那時候我們想說 欸這個招牌很漂亮 然後就是 很有感覺好像可以拿下來做什麼事情 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 反正就是 也沒有想很多 就覺得好玩 然後就看到他 然後他們有個廣告 然後就是有個很褪色的電話號 然後我跟阿亮在下面就是 在那邊看了半個小時 就說這個到底是零還是幾 還是多少 然後 然後走好不容易就是看出來 然後我們就拿電話給這個 霧驗 然後就跟他說 欸我們會跟你買這個招牌 就跟你聯絡 當然就是買這個招牌很便宜 反正因為 因為他就放在那裡 因為他的位置就是這樣 他的位置就是 那個火車站在這裡嘛 他就是在我台灣火車站旁邊的這個 這個招牌 所以說其實它是一個 地點很好的地方 那 那 當我們就是 起心中間開始要 到很正確很確定要買的時候 是因為 欸 你真的不可能就是這麼隨心到 也不可能這麼隨心到就是說 欸 看路上看到什麼就去買了 所以還是要查一下 那 調查了之後才發現就是 欸 他是 台南 就是台灣喔 台灣第一間生產 真空管 影響的 電氣廠 那 還沒見 電氣廠 然後 然後 他那個 他 他其實有五四紀念的歷史 那 他在那個 金融喊笑的時候就倒閉了 那其實這件事情就讓我們覺得很特別 就是說 金融喊笑是 08年開始 然後 09年倒閉了 那到 我們去年發現他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那但是他還是在一個 還是被棄置在這個 這個就是 台南也算是最熱鬧的地方 應該也算是就是說 欸 如果是廣告的話 應該是一個很搶手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特別 而且他就是 因為他的名字就是這麼奇異 就是他很像某一種 某一種 某一種 提問 就是說他很像一種 全球化 或是 金融喊笑的 紀念杯 但是他同事也是在提問 就是說 欸 提問我們就是說 欸 幸福到底是什麼 對 就換了 那 然後 到達北那個物業之後 價錢貪妥了 然後就開始找 你要怎麼把它拆下來 然後 我們在 拆下來當然要很多手續 然後我們可能要 我們有要申請物權 然後也要觀察那個地方 他大概到十一點十二點的時候才開始 門草才漸漸的散不去 然後 我們問那個吊車 本來其實最方便的方式是用吊車去拆 但是 欸 那邊停不了 汽車上不去 所以我們找到了一個 他們都是專門接那個 大樓清潔 或者是 油漆的公司 他們就很利落 他們都一個門來 很利落的就是 像那些裝備啊 一看那個地形 很利落的幫我們把它切下來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找了很多朋友 幫忙我們 看東看西啊 然後人路交通 然後這種傷害掉下來的一些記憶 因為他其實是在半夜 所以他們 大部分都用手電筒 或是一些頭碎人 那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一直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拆的那些場景 所以我們在我們 我們 作品的設計上 特別找了那種 比較劇場式的頭碎人 加了展在 招牌的側邊 然後這是我們在那個拆的過程 其實我們已經決定了 因為得到了一個 這麼棒的一個材料 那個照牌 他本身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很有力量的一個 一個物件 那我們拆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要 我們可以再怎麼樣 增加他的 展覽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在拆的時候 就是已經找了 攝影師 然後影像的 攝影師 先幫我們做些 因為我們 在想說 也許這一個 我們有了這個物件 是不是 裡面有什麼 還可以再發展的 影像的部分 那是最開始的想法 然後我們 有了這想法之後 我們在想說 也許 可以再去找 幸福牌背後的一些可能性 像是我們甚至有 有朋友 也是他們的家人 曾經是以前的性感 也許 你們在想 也許可以透過一些 聊天 訪問 去找到一些 我們可以發展這個作品的現實 那到後來是 賀景 你發現了那個 那個 那一個音樂 La Sony的那一台經典的音機 然後開始 開啟了我們 這個作品 下半場 最重要的 而且也是這個作品 一個 我們 在原本想像的過程中 沒有想到的 發展的部分 就從這張照片開始 在哪邊 從這張照片開始 大家應該都認識這個 這個 Will Smith 然後 就是 La Sony他們當年的 應該是他們當年的廣告 所以就像這個 Will Smith 現在 當時非常典型 而且是完全不一樣 那 那應該就是說 我們在尋找 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 最後就有點 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就是說 欸 我們要幫他做一個舞台 因為覺得他的歷史 蠻特別的 尤其是他成為一個 全球化的紀念碑 這件事情 我們想要 做幫他 成立一個舞台 然後讓他重新亮起來這樣子 這時候 當時就是在想說 那我們就可能 就結合聲光嗎 音樂 但是音樂 就讓我覺得很重要 那到底是要什麼 音樂 因為其實 你如果說 從真公館到 他們做到 CB獸醫師 MP3 那他其實經歷了很多 很多時光 那我們就是在想說 欸我們要找一個 什麼 什麼音樂 但同時就是說 嗯 因為他的造型的關係 我們又不想要就是說 我們是在處理環救 我們不想要只是 居現在環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所以說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他這間公司的特別是 他在1979年的時候 他在美國 1978年 都在美國成立一個副台 叫做 Lastonica L-A 就L-A店 Lastonica 然後他們當時生產的那個收音機 其實就是在黑人社群 就是 廣泛的流行 然後 大概70年代 70年代 70年代就是彈彈 彈彈彈彈 剛開始的那個階段 那 那所以說 所以說他們 他們 他們當時的黑人 就是那個就是 很愛拿這種收音機嘛 然後就是 在街頭就可以 開他了 很開心的啊 所以說 我們就決定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 音樂的那個 主要的tempo 節奏就是 去回應他這個 回應他當時的這一段歷史 就是 就是他其實在 在黑人社群 當時就是非常成功 廣泛的 就是受到 他的產品就是廣泛 受到黑人社群的喜愛 喜愛 然後而且其實 一直到現在 他的那個 他的特定的 某幾個型號的產品 一直到現在 雖然都是80年代生產的 但是 一直到現在 其實都還是有很多 很多那個 黑人DJ啊 就嘻哈DJ 跟老舌歌手 收場 而且他們 甚至都還能拿去改 重新改 改機 因為要改成 可以用的P3啊 用用什麼的 這種方法 那 那 所以我們都用音樂 然後但是 同時就是 因為 嘻哈音樂 其實是在 從一開始會出現 其實是 多少都是說 除了Party的 這個 比較餘餓的部分 之外 那其實還有很多 很感濕的是說 那些黑人社群 他們其實在 街頭的時候 他們是 對社會有一種 憤怒不敢 不滿的一種 發洩的老舌 一開始起人 就是這樣 所以說 他剛好就是 就是讓我們可以去 結合 如果你剛有看到 寡演的話 就是說 那個音樂裡面 其實 其實 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 所以有很多 就是 2009年金融喊笑之後 其實 整個台灣的一些 狀況 就是說 發生的事件 那 那 因為我跟阿亮 都是 前立世代 以前說 前現代 我們也是前立世代 哈哈哈哈 對不對 1986年 2009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 都是 22歲 那 所以說 我覺得 演藝之中 我們好像 會覺得 會對這個數字 特別有感覺 但是 邊做才邊想到 就是說 因為22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大學剛畢業 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 在當時 就是 古兵面臨的就是 畢業即失業啊 甚至就是 你如果去讀研究所 還會被笑說 不敢出去 不敢出社會 就只敢走在學校 就類似這種 就是 那個整個社會環境 就是對我們 年輕人最不友善的 一個時候 那所以說 就是 好像就是 兩個 就是有一種 我們 大人大人 我們現在都很忘了 因為現在過得很辛苦 哈哈哈 對 就是說 有時候就是 其實在邊做的時候 邊想 邊在想說 就是 好像年輕的時候 也很分別 然後 然後 就是有點像是 欸 因為 他 他最慘的時候 也是我們最慘的時候 所以說 其實 其實他好像就是 這個 這個時間 就 就把我們 把我們 都在一起 所以說 我們的一些 音樂的選擇 音樂的那些選擇 就選擇了 非常多的 當時發生的一些 事件嘛 就是說 他的那個社會狀態 然後 像在 他那個 其他音樂 他很重的是 那個跳舞 那我們 我們不會跳 所以就是 用那個 燈光的感應器 讓那個 燈光去跳 所以那個 那個節奏 然後不同的 音響位置 那他 在設計上 就是 譬如說 盡量多一點 聲道是 讓那個 展場上面的 因為我們收集了 好多 進入排他們 出場的 產品 所以讓他在 希望他在展場的 各個位置 然後觀眾 走動的時候 可以去 聽到他 不同聲音 不同音響 發出來的聲音 然後我們 在設計上 因為 其實我們後來 想 討論了很多次 就是在想說 一開始是 Feeding 然後一直在想說 我們的物件 已經那麼大了 然後還有一個底項 是不是會很大 然後 當然看到了那個 嘻哈 那一條 物件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 進行到 就滿意興奮 覺得他有可能 可以 是一個 新的嘗試 就是物件 配合那個 音樂 那 物件怎麼跟音樂 再結合 就是透過那個 燈光 因為我們想要讓他 再亮一次 他是因為他聽的 那個時期 他輝煌時期的 嘻哈音樂 他跟著在裡面 就是 讓招牌自己 對 然後我們還有做了一個 他說是點額 或者是紀念牌 那我們 也在想說 咦 那我們上面已經有 幸福牌 那麼漂亮的字 然後我們如果再用一些文字 是不是 嗯 也是互相 想 想 好 那是不是 那還有什麼 有數字 那數字可以用什麼 就找出了他 那個時間 他 嗯 倒閉的時間 到我們拆下來的時間 那個時間是 他 最 有 最特別 最奇怪 然後他是移用的 他沒有主人的時間 像主人是 孫子 他之前是 幸福牌的時間 然後還有三個就是 他的 出生 跟他 最婚皇的時候 他的 和他結束的時候 然後 現在還有 那還有 可以再討論 那價值要做什麼 比如說 竹架 路架 鐵 鐵架還是 鐵架 那我們就挑一個 我們難買的旗格 然後還想說 我們甚至很貪心 還想說我們要 換到戶外 還可以參加一些 戶外的 所以我們盡量 也考量說 他是好搬運 然後甚至可以幫忙 那重點是 要好收 如果是 如果是 那個是一體成型的 我們就 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做 所以說 因為音價就很高興 就是 就是 拆完之前 因為拆完那時候 就小小小 那如果是 那種 其他的材料 那你就會 就會很熟 對 所以說其實 其實這些東西 很多也是要 要考人 什麼的 好收啊 或是 好搬運 其實在做的時候 我常常都是邊做邊想 有時候是從一些 想法上 有些是從一些材料 這些我都是 配合這種 這種個性的 像你看那個LED燈條 我買下來 可能是想正面 一般你很直接想 最亮的那一面 那其實LED 他是自己亮的 他比較 他的特性比較不是 他的亮度是一顆 所以那一顆就很刺眼 他又把它反過來 就變間接照 那其實你在想那個 在 玩這個材料的意義就出來了 他其實重點是 他要照亮的招牌 他自己不能亮 所以反過來就變間接照 那我們其實 固定的方式 如果在中間 那就變成是LED的線 他如果包在旁邊的話 就還是性子版的線 我們就用那個文件夾 假的 然後 我們就把 我們就把那個 台南 應該是九成九的 文件 那個 尺寸的文件夾斷貨 對不對 這全部都買完 沒有用文件夾 然後就是 因為就是我們這麼散啊 所以說其實 如果大家去上面看的話 就會發現 那個 那個 Lotsonic的自由被改 修改 那個不是故意的 因為那個是 因為那個其實是 我們都四手刻的喔 然後我們自己手刻的 但是那個就是 一開始打樣 打樣的時候 打樣的時候 自己就拼錯了 然後打完這樣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刻完 刻了半個小時 那因為那兩隻是我刻的 我特別記得清楚 我刻完半個小時 然後大家都沒有問題 然後就 一來展場之後 然後志工阿姐姐就跟我說 欸你們那個拼錯了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 開展的前一天 我們就立刻在那邊塗改 就大概就是 就是 就是 欸就是 欸就是 就很像我們的個性啊 就是 欸想要很認真做 但是有時候 就是因為 比較爽聲喔 還是會出一些小包 這樣 就大概這樣 讓我們的 介紹就到此 謝謝 我們這位一位是聖雄 然後 呃 他聖雄也是非常年輕出家 現在還在台藝大 祝福年做作品 他作品非常有趣 都是用一種比較觀念 策略性的方式去做創作 那我們接下來 有請聖雄介紹他的作品 好 謝謝我也知道 謝謝我也知道 那 我是 呃 98年生 應該算是 很符合這次的掌握 第四代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實際的作品 因為 呃 我過去的創作 包含我這次的新作 其實都是在處理 空間跟藝術立志的生產關係 那所以 很希望觀眾其實 某種程度上 可以實際的在 在展場中去感受 呃 在展場中的 各個感官經驗 那 這個感官經驗 對我來說會很重要 就包含說 呃 這次 空間中可能會有很多物件 不管是光 不管是聲音 或是 不管是 整個空間流動的氛圍 都會是這間作品 還蠻驕傲的內容 那 這間作品 他 在 邀請我 做這間作品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呃 我要該以什麼 身分 或是我要怎麼去 接入到 空白藝術館 的展覽空間 因為我的作品其實 呃 滿長都是需要很 即興發揮 或是很 呃 呃 密集的去 呃 實際 執行一個 比較複雜的 程序的 一個創作 那這一次的 作品 他的名稱叫做 合作者的居所 那 在掌明其實 而這個作品的 這個題目 其實就 還蠻就是 開門見三 就是合作者 那 我等一下也會稍微說 就是 合作者這個概念是怎麼來的 那 呃 居所的部分就是 對我來說 他其實是一種 比較我個人 私利空間 或者是我到 各處不同的 室內或室外的 空間經驗所 呃 延伸出來的 一個改觀經驗 那 把 合作者跟 這個改觀經驗 就是 呃 在這一次的作品中呈現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現在畫面中 他其實是由 十張不同的 材料的質 呃 堆裂而成 那 如果剛剛觀眾在 就是展場入口的話 會發現說 他其實是可以去做翻閱的 那每一個紙材 他都是 呃 對應到 呃 我這一次跟 許多不同職業 或是不同身份 或是 呃 不同工作的人 一起合作完成的一個作品 那包含 現在 這一個就是整體的這個視覺 他也是跟 一位設計師叫王毓維 然後一起 呃 合作者跟 作品 他其實主要是在去處理 呃 大代藝術在 呃 處理的生產關係 然後 對我來說就是 如何把這個生產關係 提取出來 然後 重新加入美學化 或者是 把這個關係 重新 去思考說 如何去 呃 定制到 呃 大代藝術館 實際的這樣的空間 是這一次作品 主要想要做的事情 那 呃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旁邊其實 偶爾有列了一個 合作者的名單 對我來說 這個名單很重要 因為 他分別就是 十足不同的 呃 跟我一起 就是完成這件作品的人 或者是 呃 不同的單位這樣子 然後 其中譬如說 呃 有 舞力樂團 家具店 然後有一些是 風扇 燈式設計 然後也有 五金行 然後營造工程 視覺設計 還有 呃 口鼻液跟攝影 然後這些單位 他其實 實際上都不是 真正的藝術創作者 對 那 當他們去重新面對 我給他們的這個體驗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去思考藝術 呃 在這個創作過程中 我覺得蠻有趣的事情 然後 呃 首先我會先從就是 德行營造 就是 德行營造其實他們是 跟我過去創作經驗 因為 呃 我過去的作品都是跟 呃 直接在現場做裝置 或者是需要有大量的 就是代工技術 然後 呃 德行營造的老闆叫我廖文間 然後我在跟他創作的 呃 呃 我在創作的過程中 就一直很密切的跟他們就是 有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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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他們在做 工具工的裁切啊 或者是做 金屬的焊接等等的 然後 我都會在旁邊學習 或是跟他們 呃 呃 呃 然後 呃 我這一次在 這個空間中 就在去思考說 呃 呃 他在管一個非常空白的牆 我該怎麼去介入 那 還有這個地面的地毯 我該怎麼去重新翻轉 那對 然後我就 呃 邀請了廣東的 跟廣東配合 然後請 憤怒的詞提案 就是把這個底牆 就是切出了一個 呃 很長期 他四床悲創的一個空間 那這空間中 呃 內部 就是 又揭露了這個 大概廣過去 研究石修的空間 那我聽管人說 就是 這個底牆 他也十年都沒有被打開 然後 就是 也 謠傳了很多 很奇怪的鬼故事 然後 我覺得也蠻有趣 就是 呃 其實我剛剛有直接案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說 這個牆打開 到底後面是什麼 所以一切都是在一個 非常臨時性 然後 非常 呃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子的狀態 下 發生的 對然後 呃 我再往下一頁 呃 在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呃 下面那個其實是 在這個展覽現場 就是 呃 請得信仇 還有一個叫 曾建榮的師父 就是 這台展場中 塗射木地板 那對我來說 這個木地板 它也是這個 承載這個創作的 材料的一部分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 呃 曾師父他很可愛 就是 他在創 他在塗射這個地板的時候 就 自己帶了一台 就是 呃 呃 圓形的那個 小滑輪的那個 作品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站 呵呵呵 對 然後我們當下 就是我跟 呃 邀請了一個攝影師 六月菜 那六月菜 他就是之前 過去幫我拍攝 所有作品的一個 攝影師 那我這次就邀請他 跟他一起創作 然後 呃 在這個展場中 會有塞的燈響 那 呃 也是紀錄下 就是曾師父 他在 這個展覽現場 滑動 然後組裝的過程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這三個 變相分別就是 呃 曾師父他在 這個現場 滑動 然後組裝的過程 然後中間的這個 這個 圖片是這個 木工他在切除 暫停的過程 然後最後一個 圖片是 呃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展場的 角落 放置了一個 駝板車 然後這個駝板車 就是也 呃 呃 放置了很多層層疊疊的 這些木地板 那 三個 呃 都用黑板 呃 呃 呃 最近還比我 比我小的一個樂團 叫做 布蘭妮 那他們在 2022年的時候 發行了一張專輯 叫做 陶樂的 然後 呃 我記得我去年 2022年 這個專輯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 然後 一直在想像說 呃 未來有沒有一個作品 可以跟陶樂的合作 然後結果 呃 把陶樂的這個作品 就是 裡面的十首 呃 樂曲 整齊了五首出來 然後 重新對應到 呃 我給他們的這個 我想像的這個畫面 然後 呃 其中 我們可以看到 最左邊 就是 是一家家居店 製造作 品質空間 那 在五年前的時候 就是 我受到一個 新加坡的 社長 美男子強 就是邀請 然後我在 一家家居店裡面 發生了一檔燦爛 那 當時我就是 提出說 呃 想要透過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系列的作品 那時候 有很多名聲 那是去透過 你燒烤 去呃 直接堆棄在這個空間中 那當時 這個 作品的 隔壁 就是 就放著 家居店的一個 五花股的電扇 然後我當時都對這個電扇 就是 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 因為我過去是雕塑系 畢業人 然後 對我來說 其實我對於物質 或是 空間 會有 某種敏感度 在路上 就會覺得 這個時候 可能就是做 時常會有 這樣子的 想像 我想 應該很多 藝術家都會有 這樣子的 就是 走到哪邊 然後這個造型 它是不是就可以成了一個作品 對 然後 我當時就想說 就是五年前就想說 這個電扇 我有一天 一定要把它擷取下來 變成一個作品 然後結果 五年後 就是 我自己就跑去家具店 跟他們一起愛 然後 這家家具店裡的那個 瑞老闆 也覺得 蠻莫名其妙的 對不對 但 他跟我說 就是這件作品 到現在都一直還保留在 人家家具店 然後 他聽到這個題材也 還蠻喜歡的 所以他就 呃 跟這個 KUBI 還有這個 德國的燈飾來 引入 我們就 一起協調 然後 呃 在這個創作過程中 就邀請了 KUBI 跟 來臨入 加入到我的這個作品中 然後 我們可以再看到 展場中 就是會呈現 三台就是 白色的風扇 它分別是透過 五花果 然後還有 建築工業材料 射擊而成的風扇 然後我這一次 呃 也把這個 吊扇透過 呃 不同的方式 呈現在 呃 如果大家去 展場的話 會覺得說 欸 好像是一個雕塑品 又好像 呃 跟這個 實質的家具的關係 那 另外就是 呃 我記得在 兩年前的時候 因為 我自己也是一個 建材工 所以我就 呃 我幾乎每年都會去逛 那個建材展 然後 我記得兩年前的時候 就 遇到 然後 當時 就是 呃 我還是一個非常 非常熊的學生 然後就是 對於這些 家具就是 也不敢奢求 會輪流它 然後結果 也沒想到 就是這一次展覽的時候 也是 呃 告訴他們說 我有一個 這樣創作計畫 那 你們又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創作 對 然後 他們就是 呃 就是 醫生 這個形建過 需要他們的答應 對 然後 就是也很感謝就是 這些 就是跟我一起合作的合作 呃 然後他們三年前他們還沒有點面 然後他們就是 有這個 在網路瀏覽的一個 目錄 然後剛才看到這個 目錄也很喜歡 然後 呃 後來去年他們都成立點面 然後我就 呃 就是我們生活居住 呃 進到家門 第一 第一步 要去做的這個動作 重新把這個動作 重新拆解 那 把這個 開關重新 併制到 呃 實際的展場空間 那 呃 今天那個 玉瑋又來 玉瑋在後面 停下手 他是 非常年輕的 識別設備師 然後 呃 這一次有跟他合作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所有的這個視野都是他 呃 跟我們一起創作 那我們看到左邊就是 他透過就是 不同的 拆解空間的概念 把這個數字 分解成 十個 那這十個也 代表著十個 不同的單位 那中間是 跟這個 文字工作者 侯比 易琳 停留 一起創作 那我邀請他就是 呃 用他自己 本身 自己的感性經驗 然後對應到 每一個 合作者的物件 反身去書寫了一些 呃 文字 那這個文字 會散落在展場中 那 就是我們 就是 呃 擅收 直接在 互展現場的創作過程 對 就是 情如玉瑋跟我 然後 還有攝影師委 蔡安邦 讓我們把這個 創作紀錄記錄下來 那 呃 呃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呃 在這個方代館的展場 後面 就是 最底部 就是我有切除了這個 空間 那這個空間 它其實是 呃 當我把這個空間打開 它在 呃 外面的就是 車油聲 或者是日光 都會 直接散佈這個空間 那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也把這個 布蘭米聲音 就是 裝置在這個 底牆的那個 內部 然後整個 其實是會有 在 這個日間 跟夜間 有不同的時間 可以 去感受到這個 空間的氛圍 那 這個打開的關係 其實 也跟我就是 過去的作品 會有一些關係 那我這邊稍微提 就是 我在2020年的時候 做了一件 的作品 然後那時候 就因為這個空間 而 呃 有張藝術師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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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即將進行 裁件的工程 所以 呃 當時我就 呃 透過這個 拿著一支很簡單的電話號 然後去 呃 進行的一些關係 那 那奧漢就是 在202年的時候 我也 呃 對應到這個 舊台北直廠 然後 也是用電話號在 舊台北直廠的這個空間中 切出了一條長線 等等的一些作品 所以 呃 以至於 就是延伸出 就是 這次跟武功一起 把這個當代國的長相 進行的切除這個動作 對我來看其實 還蠻重要的 對 然後 這是 最後就是 在這個展覽的現場 那 呃 所以這件作品 它其實 大致上可以分成 兩個層面 第一個 是不是揭露到 藝術館的空間 那另外 就是揭露 藝術生產的關係 那 呃 我們可以 呃 再看到 呃 我們剛剛提到 外面這個 戶外的陽光 它其實會照射進來 那 在這個時間上 會照射到 第四片 五片 然後 我把這十個合作者 人稱 呃 貼至於這個展場的 這個地面 那 一部分也是 揭露這個生產的關係 好 那最後就是 希望大家 哦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這個圖面 就是最後我就是 跟剛剛我一開始提到的 就是我把 就是十個合作者 分別以不同的 呃 呃 表現方式 就是整合成一個 A1的輸出 然後最後 呃 座落在 呃 展場的左側 對 那這個是 在不同 呃 異業間的變化 還有展場空間實際的樣子 然後就是很希望 讓觀眾可以 花更多時間 就是 在這個 這個空間中 去感受 呃 這個空間 給予你自己的 各個感官的關係 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呃 因為其實 剛才我們擴展 就是 過去這一週 他只有 就講 我覺得 大家聊一聊 就擴展的過程 就是 其實盛雄是最早 進場的 因為你剛剛在聽他分享 說 一定會有個感覺 他的作品其實就是 完全在現場完成 所以他其實就是跟著 今天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還是禮拜天 不第一 禮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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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個禮拜天 禮拜一是那個 那個 酥酥的三居店 跟樓下家的厲害 陸下場的測成 然後他們一天半測完之後 接的就是 尤其都沒有做進場 那因為 因為聖球的時候 比較切場地 所以他第一天就來 然後他是每天每天 住在一邊上下半 就是從頭到尾 都在這邊的藝術家 然後呢 隨著那個 上禮拜天 所有的藝術家跟著進場之後 其實他們大部分好像都不認識 對不對 然後 就是 那我當然也是每天也都來 然後我就發現 一開始大家都不會聊天 到最後三天 突然就是 越來越熱漏了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在那邊講 蔡柏傑好像是第一個說 他最大的 他說轉發 對 在轉發訊息的時候 他就 轉發那個展訊的時候 他就說 他突然意識到說 他裡頭年輕最大的 雖然對我來講 他還是真的算年輕低俗下 這樣 然後 結果大家這幾年會開始在那邊說 就是我比較 年紀比較大 然後或者是實在工作 實在工作隊員會說 其實我是外師派的 我不是一定是一代的這樣 那總是有一些這種 零碎的討論 就是讓我覺得 做這個展覽真的很有趣 然後 然後 我覺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這檔的展覽 比較還是感受性的 它跟那種比較知識型的色彩 還是不太一樣 那當然 當然是因為 開始受邀的時候 就知道說 是要做一檔 年輕藝術家的展覽 所以 我在想的 其實比較會是說 那到底 到底我看到的年輕 台灣的年輕藝術家 你在關心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我要怎麼樣去 說服觀眾 就是說 我就是從我的 給書的方向去理解 現在的 台灣的當代藝術 你可以看到什麼 他們在關心什麼 然後觀眾看來也有共鳴 我覺得其實是 做這個展覽最大的挑戰 倒不是說 我真的 就是 就是 要談整個一台現代戲 當然在中間有些過程 就是花了很多時間 去跟藝術家做訪談 其實會過程蠻長的 然後 也慢慢就是有篩區一些 我真的覺得很不錯 但是 也許沒機會合作 但是 或者是議題上不適合的 因為我還是必須 讓這個展覽 某個程度 就是可以縮現在 一個 可以被閱讀的範圍 就是大家在看展覽的時候 應該會有些感覺 他是有辦法被穿接起來的 然後 我有辦法說服你們 就是 他們的作物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看到什麼 然後 你們看到的時候也成立 就是 這個是這個展覽最重要 可是次展覽的工作 對我來講是最重要 是這個步驟 所以 我也必須 就是我後來發現 我做展覽還蠻常被問到 就是說 你怎麼選藝術家 或者是 策略是什麼 這樣 昨天早上寫的時候 還有訊息 但我就想 我要怎麼解釋這個東西 因為 因為 我是覺得還蠻困難的 因為 嗯 我相信你跟我做展覽 應該不會覺得 我好像介入什麼東西 或者是 我要求你們要做什麼東西 其實我不太愛做這樣的事情 那是因為其實我在 一開始做展覽的時候 所以我對你們做好篩選 然後 我也是 很有把握的基於 我了解 就是我邀請的藝術家 已經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只是 就是我只做一件事 就是 我邀請他們 然後 討論就是 我對他做我的想法 以及就是 我希望他們邀請進來 就是做他們 原本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跟我合作藝術家 通常不會覺得太辛苦 或太困難 是因為 他們只是發揮他們 就是在對的位置上 發揮他們在做的事情 這樣 那所以這次的討論 其實我沒有想要 問什麼很深的東西 但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談一談 就是 因為其實你們在做 我們就是 從生活中 看到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 也許可以多談談 就是 在這樣的主題下 我們在談 我們的日常 我們的生活 你們可以談一談 像剛才招好 或者是聖雄 大家也發現到 他們一直在談 他們的生活中 看到什麼 感受到什麼 對於的 作品是這樣子 然後 國警跟阿楊 都不用說 他們就是看到路上的照片 但是因為他們是基於 他們身體睡覺 他們有辦法用 另外一種方式 去說這個題目 所以也許可以多談 還是說 你們的生活 是因為什麼樣的狀態 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的物件 你們看到的時候 會有很多感覺 就是 談一談你們創作的 靈感來也好 那也許不一定是 這次的過程 你覺得可以多談談 你們的生活 跟創作的關係 這樣 好 那誰要先開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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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過去的創作 其實 滿多都是跟生活的 直接面對面的空間有關 就是像我們剛剛有分享到說 柳張醫師國務館 他 突然有一個拆見的關係 然後 我就 剛好就是 參展的狀態 就是柳張醫師國務館 要 那樣當然是一個 最後一大展覽 對 然後我就 時常會用這種 很臨時性的 然後 跟我直接面對面 直接衝撞的方式 就是 去思考 我要怎麼去回應這個空間 那一開始就是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剛開始我也是邀請我來 當在館空間展的時候 其實 我還蠻奧賴的 因為 其實 藝術家都知道 是說 進到一個 美術館機制 然後 或者是說 一個 白盒子空間 其實 你要做的事情 必須回歸到 你自己 生活的狀態 會 比較能去 呃 呃 實質上 想要討論的東西 對 那 當然這個 當然 最後就是 我的確有 就是開桌的那道牆 但是 另外一個部分 對我來說 很重要的是說 這 我的創作的這個時間 其實不長 就是因為我現在 受傷 我其實創作 已經五到七年而已 會不像 各位 前輩 這樣 那不行 那不行 對 所以 我其實 就是在這次創作的過程中 其實 呃 反而是更回歸到 呃 去 再接近要脫離學院的過程 然後 更實質的去 呃 反思 就是我自己 生活狀態 反而是我生活 曾經面對的這些空間經驗 我可不可以提取什麼 然後 來加以創作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是我 過去的人不太敢做的事情 然後我這一次就是 試著去做 然後 這一次的創作過程 它非常的 呃 緊密 就是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油箱都會爆掉 呵呵 對 因為 在這個創作過程中 就是 就是 光是這個視覺的 這個每個圖像 它都要授權 對 然後 我要把這個實主 這個圖像放在一起 要跟實價不同的人 就是確定說 我可以放嗎 不然我很怕 我可以高 呵呵 對對對 等等的問題 對 但是這些 呃 這個視覺它好像 每一個視覺都好像是一個 小想法 對我來說 就是每個這些物件 是一個小想法 它是 對 呃 觀眾的也可能是一個很冰冷的東西 但是其實 對我來說 是我 呃 過去跟這些人 交往的一個過程 或是相遇的過程 然後把這個過程提出出來 形成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回到今天的這個 呃 標題就是 呃 跟這個日常生活的情觀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嗯 我很喜歡的一個藝術家叫 就這幾天 就這幾天 就是 這幾天 我就是部宅 然後就住在附近的飯店 然後第一天 第二天回去的時候 我很驚訝 我的床 被整理了 然後 就我沒有那麼長時間 住飯店的經驗 就是我想說 我連續做這麼多天 怎麼還會被整房 這樣子 然後 我就覺得有這麼期待 很多東西都被看光光 然後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然後 Sophika有件很重要的作品 就叫 就是 Room 26 就是 他只要進到一個 他就是 他就去當房務員 然後進到一個房間 就拍下來一張照片 然後 呃 我 過去就是 尤其在表達時間的時候 呃 我會透過不同的 呃 職業跟身份 然後 呃 我就是有 一個創作的身體感 創作的身體 我其實一開始都不是我有創作的 是 比如說滿足好心心 然後譬如說 就是 呃 我已經養成這個 趨力了 然後 反正在這幾天的時候 我就第一天晚上 第二天 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 我拿到了那個 展覽的邀請盼 然後我就放在床上 然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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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歡迎你來看作品 然後 第三天 我就想說 因為他今天要 要 要跟他對話什麼 然後我就把 我那天就把床 扣好 然後我就在上面寫說 喔 歡迎你跟你們休息 其實我想要他 我想要他 我想要他躺 我想要他整晚放 然後躺上去 然後留下他生活的影子 但我覺得這太變態了 我就不可以 邀請他這樣做 那 嗯 就 就是 對 我覺得好 像這樣就是那個 靈感的來源 然後 嗯 對 還有 過去 就我爸在 但我還是講一下 那我媽不在這可以講嗎 就是 過去有一段時間就是 就是大水壁的時候 離開家裡的那一段時間 然後我在台南 台南鄉下神火 然後 蘇璇有一件很重要的作品 就是很印象深刻的作品 他就是在路邊的那個 開屏幕 然後排下那個 亮亮的 在路邊發光亮亮的燈 然後 他就進到裡面 然後去收音下來 卡拉OK 我講的不太清楚 但就是 他有件這樣的作品 然後 他在描述 在黑黑的神道上 發亮的鐵皮屋 這件事情 很讓我印象深刻 因為我 從小是在高雄的 就是雖然在高雄 但就是在都市長大 然後到難易生活的時候 那個落差讓我很 嗯 就是 驚豔到就是有這樣 黑黑的臉 然後亮亮的鐵皮屋 我好像就在路上發光的盒子 然後我在台灣相看 我就 去 當病人 去當病人西施 然後當個半年的時間 然後同時 我也有當我的鐵皮屋 然後在這兩個身分之間 就是 我會遇到 開長推車的司機 然後 他們知道我當Model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交換 那你們來畫我 那你們就可以看到邏輯這樣 但這件就比這場 你就失敗了 然後就是 這件事情沒有 沒有 沒有成立 然後他 但他就是我又沒有說 我試著要去交換這個 比如說我畫的差異啊 然後 在這個空間裡 你只要花120塊 我覺得好像可以被 哼一個騷擾 現在可能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 這 在待你的時間 我成為了這個 職業的角色 給看到的東西這樣 嗯 大家想 多問有個問題 其實 我想知道 你妹剛才沒有 最近酒吧裡頭 我提到你去 那個代表開催 很高興的事情 對 我覺得你可以多說一下 因為我 我其實沒有聽過 你講這個 這麼 這個行為 就是介入式的一個創作 嗯 就是我是一個音師 然後 小時候練 練琴的時候 非常的痛苦 每次要上音樂課 就是很 很抗拒 然後要彈鋼琴 這件事情 是醞釀了三五六 我覺得到 我長大的時候 我開琴就是 開始會是鼓點樂 然後 開始覺得 欸 因為到我小時候 我們家 假日早上起床 我媽放著這個鼓點樂 然後在裡面打掃 她幻想的一個中產的生活 是 是這樣 就是 像那個 美國新玫瑰琴一樣的 那個 美好生活這樣 然後 然後 在大黨 彈琴這件事 還包含著 我想要展示 展示 著 就是我的那個 挫敗 就是我花了三個時間 練得不適合約公 當我只練 我本來想要把它 六天都練起來 當我只練兩 兩 六段 然後兩頁這樣 然後 就是朋友幫我拍攝的時候 看著我的那個 他就說 你現在考的不考嗎 就是全部都是我的筆 筆記這樣 對就是有很用力 但是很 膽怯的方式 把大家彈奏完成 然後再一個就是 這麼吵雜 然後大家都 都敲起來 一個音樂現場去演奏 然後我穿的衣服是 就是我過去的時候 訂做的衣服 這是穿的 對 這是穿的 沒有沒有 啊 有一點 有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剛好今天阿佛在現場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因為我過去也是 這個做這個布展技術 或是布展工程 就是常常會 在這個 布展工作現場裡面 所以 這個部分也其實 對我來說也還蠻重要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合作者 其實對我來說 我這件作品 其實不只是這十個 企業跟個人而已 可是對我來說 維持 也是開啟這個創作 最前端的一個工作者 那 這個阿摩 他是一位消防員 但是 他來幫我 就是布展 布了三天 然後重新學習了 怎麼去貼牙條 然後怎麼去擺製線燈 然後對我來說 這個生產的過程 其實 我覺得有點浪漫 也有點可歸 然後 謝謝 再開始這樣 其實我跟阿亮 其實我跟阿亮 就是我們其實做的作品 差蠻多的 但是 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 1986年金融座 我真的好 欸 克星人 又有些 很像的 我今天有說A型 O型 O型 A型 有些很像 然後有些不太一樣 其實就是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 個性 其實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有生活在台南 所以說其實我們就是 都會騎著 然後 然後 世紀不好 這樣子 其實 對我來講 就是說 在創作裡面 他就是 我應該就是會有三個 三個很等值的東西 去形成我的創作的路線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都一直覺得就是 藝術家其實就是一個 藝術家其實就是一個 時間很多的不同 對 我們就是時間很多的不同 那 那 所以說其實 我們今天時間就是要來觀察 我要打斷你 你說他是時間很多的怪的 時間很多的不同 沒有 我說 不通的 好啦 就是 其實 其實我們就是 其實我們就是 把那些 那些 那些就是 就是 播出來的時間 播出來的時間 用來就是 體驗生活 然後從 從生活裡面去 去 去體驗什麼 對吧 這是第一個 我的本質 的那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是那種就是 我是那種就是 我沒有辦法就是靠 靠想 想必有些藝術家很厲害 他就是說 他可以動想的 他就可以 完成他的作品 我是一定就是說 我一定就是要 就是 有的就是 有得到感受的 狀態之下 我才能夠創作 所以說我的創作 其實都是一種 立基於現實之上的 有一個 有具有一個很強大的 有一個很完整的 現實條件的狀態之下 我才能夠創作 所以說就是 就是基本上 我都是 反正我就是 不管做什麼 我不管做什麼 我都要留在現場 我才有辦法 就是 我在現場過之後 我才能夠創作 那 還有 還有一個對不對 還有K 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就是 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藝術家其實 藝術這種東西 就其實是一種 點石成金的技術 所以說 其實 這個其實 透過不斷 就是這三個東西 變柔和 就是有點像是 在日常生活 都不知道 查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然後 然後 想辦法去 練石成金這樣 不帶根 那你懂好不好 我就是對 很多材料都很有興趣 就是 想會 這是石墓的嗎 這是石墓上面有一層錢 還有爆破 所以很平衡 可能乍看以為 是不是 做焦的 對 對 就丟石墓也有在 再有 再有 然後 我像 昨天 前幾天部長 和實在工作室 他們就在放那個 500的音樂 然後 我就 我就問他 這個 你們又有在聽這個 他比較早期的 音樂嗎 對 然後 他就說 他很喜歡 然後他就說 你有黑膠嘛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了 很多 是誰 昨天就有 跟 他兩個 對 然後就開始聊了很多 關於材料的問題 就是說 黑膠跟數位的差別 就是 然後還有時候膠卷 跟現在數位相機的差別 比如說材燒跟電影的差別 可是其實我 我一個很大的經驗 是我以前 大概十年前到 我 我一直覺得那個 膠卷的東西很好看 那個 那個 顆粒感 讓我覺得很真實 然後 然後到現在 我會發現到 那個數位的是 比較接近真實的 是因為 以前看電影的經驗 又看膠卷的電影 然後膠卷很漂亮的畫面 電影裡面很漂亮的畫面 電影裡面很漂亮的畫面 會讓你覺得 很 那個真實感就出現 因為很漂亮 然後他有一個畫 讓你去注視那個影像 然後你會覺得那個是 比較逼真的影像 那現在那個 隨著技術發展 到現在 我們看電影那個數位的畫質 已經超過了 那個膠卷的畫質 然後對我來講說 我現在走到外面 我看到很漂亮的天空 很漂亮的畫面 所以我會覺得 很數位的感覺 就是 我 我都蠻深刻的 因為我怎麼變得這樣子 就是我對數位跟那個 類比的一個 蠻大的 的自己這樣子 因為以前很喜歡膠卷 到現在怎麼 而我覺得膠卷變成 我在看膠卷的時候 也覺得他好像是一個風格 變成那個 只是一個 也許你電腦按一個按鈕 他可以跑出很多 就是膠卷風格 像現在很多數位的相機 看的標榜中 他可以拍一些膠卷感的方式 那像我 我有去做陶 我有跟那個陶玉佳 我就會問他 他最喜歡的是柴燒 他覺得柴燒是 做陶 最有棒的就是他每次燒都是 他覺得那是一個 那個柴燒 那個創作最有魅力的地方 那我就 我就很 我就說 那如果有一天 電腦他也發展到那個技術是說 他可以做出柴燒的效果 甚至柴燒的變化 也許電腦還可以調整那個 那個意外成變 那那時候 會不會整個創作就是 一個那個 價值就變了 他就說 不可能 柴燒就是獨立的 他就 我就沒辦法再跟他想 我昨天跟那個 我他實在工作室那個朋友就 我們就一直聊了很多 然後他就講他那個 他去看那個獵人漫畫 有一集 我是說 那個古董 不是因為我真的有 有那個 他也是 陶玉角 他可以看那個 陶的那個質感 他就可以知道他的年代 大概就是某一個 唐代 清單一個大的範圍 他從 陶就可以看出時間在裡面 他是說那個獵人裡面是說 那個作品 那個陶作品是賣家 他以前在年輕的時候創作的作品 所以他覺得很珍貴 但賣掉了 賣的人從那個陶 那個作品上面看到那個能量 就是在想說 如果 再深的在想 就是說 你時間看得到 那你有沒有可能創作的能量 那個 情緒也可以在作品上面 不是只有造型 或者是那個 那個 那個時間的那個 痕跡在裡面 那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精神也在裡面 就是說 你說你有沒有辦法辨識 他是偽化還是真化 如果他長得不能量 你可以辨識說 他是 人化的話 這樣 然後 這是我 一直 最近 一直在想這種問題 一直就是 又回到 AI 這種 就是從材料上面 可以再不想 對不對 這樣 要講幾個問題 好 講到能量 就要我讀一個小笑話 有趣的有趣的 就是因為我之前 那時候還要想說 現實才是有趣的 這有不有趣的 就是 那他講到能量 就是作品的能量 然後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作品 是那個 我有跟那個 動物溝通師 合作 然後其實真的有一個 有點通靈的作品 然後那個 那個 後來就是溝通師有去 有來看我那些作品的 感染 然後看一看 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 他就看一看 就跟我說 他們要跟我 他們要我跟你說謝謝 然後 對 對 對 然後他說 他說 他看的時候 就覺得 你的作品能量很好 就是說 你做的時候 就是那個能量很好 因為有創作者 其實 做作品 他可能會把素能量 一直交在那個作品裡面 然後他就說 所以說 他後來就不太去美術館 看什麼 然後他就覺得 你的作品 這些作品整個能量都很好 然後我就 我就嚇了一跳 所以現在做藝術的門檻這麼高 你都還要這個 你都還要就是 你做作品的時候 因為創作很煩 創作很多 很多 很多那種 很細碎的事情 就是很煩 然後 但是你都還要就是要保持好心情 然後新增能量 然後新陳哲理的做作品 哇 現在創作怎麼 就不能改 然後我就嚇一跳 沒有 能量的笑話 就沒有 就聽完四位分享 我在旁邊聽得很開心 因為就 應徵我一直剛剛說的 其實藝術家就是 實際很多的怪人 對啊 然後回到我這身其實 我的背景跟 跟聖群 沒有要安靜一下 就是我從大學的學員 就是先從一個 標準技術學院開始 這樣 那其實大家對雕塑的認知 就是我們在做作品的階段 就是 就是親密行為 而且就總之在談材料 跟 如果閱讀雕塑 跟雕塑 怎麼去規定的空間這樣 那其實要談到最大的空間 那當然就是 我們最常接觸到 就是我們這樣 才能扯入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 所以我自己的作品轉向 就 原本是透過 用雕塑作品 然後可能是 他的造型也會來說故事 然後 接著我開始慢慢的轉向說 我如果透過我觀察 那樣的生活當中 從這個陸進去 如果放到我的感官 就例如說 我從一開始 創作的時候 最能通 我看到很多水泥漆 譬如 敲破塊在海邊 然後被海盟拍打 然後覺得它看似的結果 可是其實它 是一個非常快消耗的東西 所以那邊知道 我如果去放大這個 感受到的事件 我就想一下 我就開始用 只將去模擬水泥的效果 去再現成敲破塊 然後那時候其實 我的衝速出來 有辦法很簡單 你單純就是一個 放大的感性 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想像的是 我做了一個敲破塊 然後是灰色的 長得很像水泥的 可是它放在戶外 它經過風吹日曬雲 它自己就會變氣 就會慢慢的 它要消失這樣 對 然後我分享這些就是 就是 就是剛 問題是這樣嗎 就是 如果 日常 另外就是 分享我 其實說那個 布產的事情 會是蠻有趣的 是 因為我算是 比較後代開始進場的 藝術家 然後其實我在一天之內 就可以把我的作品 崩崩崩 好 就比較化石 是因為在我前期的製作時間 剛剛想就是 大家如果上面看我那個 鐵皮 我也想要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是對你 當然會有黏大跟紫江 光單片的鐵皮 所以我可能就要做大概 大概快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這樣 所以我的行程很常 比如說我現場的時裝就很快 然後有些事 我在現場布置的時候 因為其實來的時候 跟大家都還不太熟 雖然跟 就請看 七八年前 遇過一次這樣 對 然後我就開始不玩 覺得快玩的時候 我就覺得事實要放慢速度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的 然後找攝影座 然後因為我的攢墊在最後一間 然後就看著很多 很年輕的 年輕藝術家 然後一走過去 然後就開始 然後打招呼這樣 對啊 然後這就是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是 就我們這台場都會發生 就是 然後我的回覆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然後他就有一個下午 然後就帶我們 因為我們這大紀念展間 他就 有一個下午 他就拿著掃把 在那邊試覆頭 就幫大家打招 然後我們就這樣 對啊 然後就是轉頭靠 我也是怪的 然後其實也會有緊張 然後再倒回去 然後在那邊 其實他調向螢幕的角度 他其實就 然後就把他拉歪 然後就說 哎呦 然後調到一次段 其實我一天已經不晚了 然後我就這樣摸了兩天這樣 然後結果私立的 跟著大家一起 很快的結束這個作品 結果就是 布展都好玩 今天有趣的幾天 不想就說出來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超有趣的 就是說 作為 我覺得做展人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工作 這樣 但我確實就是 我必須說 我目前為止就是邀請過的藝術家 都是我打從心裡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事情 我覺得沒有說話 因為我的個性是 我不可能勉強自己去跟一個 我不欣賞的人工作 即便他說你在 我就是沒辦法 一樣 因為他會 我覺得做創作 不是做展覽 還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是 你沒有辦法違背自己的初心 你也不可能去 假裝你關心某件事情 就是那樣的東西不真正 出出來的東西就是 你會假假的 所以 我覺得我也可以 因為快結論 然後會留點時間 給大家提供 我覺得我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我常常是 展覽做完開展之後 我才會意識到說 喔原來我這樣想事情 或者是 我原來展覽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實際上在 從我開始 在策劃 然後選藝術家 到中間執行 或者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是 我在安排作品的 閱讀順序的時候 我其實都是還蠻直覺性的去想 就是我到底作為觀者 我為什麼也有看到什麼 我會去模擬 不是觀眾看到我的感覺 然後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這部分做得還蠻好的 都還蠻精準的 因為確實大家的反應跟我想的一樣 然後 但是其實 真的對展覽開始 有辦法有一個更深一層的感受 通常是開展之後 就是我又重新 因為放掉一個前面策劃的腳步 然後作為一個單純的觀眾在看展 我又有一個 新的感覺出來 就是 確實就是在2011的展間 我那時候沒有意識到 但是 我只是 有一個感受 就是我要把 一些我覺得 有對社會 管境 有一個關心 同路關心的藝術家 放在同一間 然後 一開始其實只是基於 第一個是 我最近邀請的是 那當然因為我很少就在高雄 前兩年做高雄家觀察員的時候 就同時認識他們 然後閒聊的時候就聽到說 欸 他們要拆招牌 我覺得超有趣的 就是我想知道他們要幹嗎 然後 其實那時候我根本也還沒有接到合作 但是那時候一接到我想說可以 這邊有空間 然後他們就決定要邀請 就是很實際的考量 就是說 因為要先理解作品有什麼可 適不適合的 適不適合才邀嘛 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想說 喔好 那他們是一個這麼介入社會 介入環上的一個作品 我就開始想說 那還有誰可以放棄 是什麼樣的作品 那當然聯繫英俗家 是 官方的前提 所以有聯繫英俗家 但 如果 開展兩天 第二天 就發現說 2011全部都是一個 飛航介入現實 然後 不是數位的 跟數位無關的一個作品 那其實會不會到阿亮在談 他對那個數位跟現實的感覺 其實我也是在想說 有什麼樣 在講一遍有什麼樣的體驗是 數位這件事情做不到的 然後我覺得它還是會來自一個 比較原初 對比材質的感受跟想像 那個是虛擬空間 到虛擬的創作到目前 我還是都沒有辦法替代的 我其實是蠻希望觀眾在 2011的展現可以好好地感受 就是 就是藝術家所要穿搭的事情 特別是裡頭很多的情概在裡面 我覺得那個是AI 與AI 穿搭的東西 雖然前面的 AI作品真的也是蠻炫的 你如果還是覺得 天啊 就是二季好年輕的 可以做這樣的作品 可是他們在談的東西 是一個 不是我的成長經驗 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落差 的閱讀還是蠻有趣的 那 剩下三分鐘 有沒有要問問題的 就是 對藝術家 或是 所以對這個展覽 到底有什麼疑問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順序 2011的順序 可以不可以講 我 2011的順序 因為我對於這個展覽 我 我願意去挑戰 那個 當寶寶 然後 我看了 看15個 15組 說這個 對我 我這種退休的人來講 是很辛苦的 可是 很辛苦 在空中 24組 然後 空中推他 然後 那 我收到 廣告給你的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 我在 2011 非常喜歡 然後 2011 是我覺得 我一定可以 講得很好的 所以 麻煩你 告訴我 這個 一個順序 你剛剛有講 你要考慮清楚 其實 其實他蠻單純的 就是 我的斬牆有文字 其實我裡頭 就是斬牆上面 2011斬件 就有一個文字 然後 他就是從一個 他有一個從 由小到大 由個人到群體的 這樣的一個路徑 大家一定會有個感覺 因為 因為其實 魏宇在講的是 他非常切身 很私密的一個經驗 就是 你如果會有一點感覺 你會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他要去翻這些商品 為什麼是用一個 這麼有時間性的 就是 我其實根本不知道說 那個作品燒 真的要有這麼久 我只是基於 就是我看作品的 感覺 我知道 就是 這樣的創作形式 需要時間 但實際的製作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創作者 我也不是 我的背景也不是 創作出身 所以實際的 他們在講一些光法 技法 我是不了解的 對 只是基於我對於 作品的敏銳度 我知道說他的東西 有一個時間性在 我覺得當藝術家 開始 把時間做為一個 不管怎麼樣 時間記憶 這樣的東西 成為他創作一個很主要的因素的時候 表示他一個很厚的 很厚重的情感在裡面 因為那個是時間 才有辦法累積下來的 雖然他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 然後你再看他燒的那些作品 然後他會去講究 就是他會想要 那樣的很驚訝的質地 被看到的時候 表示他 就是 阿嬤的這個早後天 對他來講 是一個 有一個非常濃厚情感 情印在裡面的地方 只是因為 有些原因 這個場景在裡面 在裡面的區域 他要表現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私人的感受 那因為 201展經是一個 跟地景改變 風景改變 有關的概念 那他會再往下說 就是 那某一個群體 他們面對的改變是什麼 那他自然就會迫及到 就是 他會用他的工程 或是實在工作 個人在做的事情 那只是地方不一樣 然後背景也不一樣 對然後 那當然也會觸及到 就是產業的改變 但是 有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是 選作品 本來就是會有一些 轉折跟過程 並不是說 沒有進來的藝術家 就沒有在做這樣的關係 這些事情 只是剛好 我能夠邀請到的 可能剛好有這樣的關係 或者是他們手上 正在進行這樣的關係 那我還是需要一個 比較當下立即的 這兩年在做的東西 所以我幫我炫述大家說 這是年新入家做的作品 我不可能選一個 十年前的作品 來說它是第一次代的 反昇美好 所以所有的 你看到的作品 都是一個當下的使用背景 這樣子 那時間的關係 因為本來會提醒我的 所以 我們也許就是 做盤就盡力到見面 然後 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如果 如果你們很喜歡這個展覽 就是希望你們 幫忙就是 推播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期到 10月20日後 那希望大家再來 來展覽 謝謝 如果有朋友 如果有新聞 然後我要看展 要跟他們講 我上的這個幸福盤 每20分鐘 才會播一次音樂 有 是